所以他就是有一個馬的形狀的頭 然後這個樂器他最早是一個蘇合小白馬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所以他其實是就是那個 那個一個就是蘇合他為了紀念他死去的白馬 他就把他的骨頭做成了樂器的琴聲 然後馬尾做成了樂器的琴弦 所以因此有馬頭捷就有這樣子的一個由來 然後我待會要演奏的這個樂曲叫做《紅焰》 那我會在紅焰之前先演奏一段叫做蒙古長调 蒙古長调的音樂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音樂中文字幕 音樂中文字幕 雙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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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